早在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 北约就在美国的力推下 做出了将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表态 在美国的潜心经营下 乌克兰渐渐倒向西方怀抱 终于在2014年通过关于该国放弃不结盟地位的法案 决定深化和北约的合作 并在五年后把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 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 北约2018年把乌克兰列入申请国名单 如果乌克兰被纳入成员国行动计划 在满足北约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要求后 乌克兰还需要等待北约正式邀请 然后需要各成员国批准 加入北约的整个程序非常复杂 往往耗时数年 在此次北约峰会开始前 乌克兰入约问题就是围绕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频繁向北约喊话 希望乌克兰能尽快加入北约 并表示乌克兰应该在峰会上收到明确的入约邀请 但北约成员国内部对此存在不同的声音 据美媒此前报道称 东欧国家主张为乌克兰入约提供具体的路线图 而西欧和南欧国家的一些官员则担心 乌克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的挑衅意味太过浓厚 这对北约来讲无异于一场赌博 包括美国和波兰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都坚持 应该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再讨论乌克兰入约问题 德法两国领导人也都表示 短期内不会就乌克兰成员国资格取得进展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再次重申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给欧洲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佩斯科夫警告说 做出决定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